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了吗 有个狗姐的爱情故事就要来了 哎呀 讲别人这种爱情故事 我心里都发毛啊 我听的时候听的时候 听的时候 其实荆棘有味 聚精会神 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主任工作叫小美 小美的男朋友叫小向 小美和小向从大学开始谈恋爱 谈了三四年了 然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双方也见过了家长 房子也买了 什么都谈妥了 很满意 很高兴 这个时候呢 小美的妈妈就生病了 小美就离开了她俩生活的城市 回到老家去照顾她妈 照顾了三个月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她就跟小向说 哎 我要回去了 小向说 我这种话我都不知道她 我都不知道小向怎么说出口的 小向说 要不你还是别回来了吧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小美真的是 就是当时舞雷轰顶 让她就发现确实是 就是在她回来之前的一个月 两个人脸就变得很少 然后那意思 人家就这么说 那意思就是婚也不想结了呗 那她能干吗 她就回去注意问说为啥呀 然后小向给她的理由就是 我现在想拼事业 我不想结婚 然后小美就不信 小美说怎么可能呢 她想要一个理由 她这个男的永远都给她这一个理由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说的 我必须得给我一个理由 其实她不是想要这个理由 她就是不想分 对 反正我乍一听下来 就我能理解她要一个理由 因为就是说 咱俩本来要结婚了 你突然告诉我 你一个人过程好想拼事业 这个理由是一个非常敷衍不真诚的理由 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你告诉我一个实际的理由 实际的理由你能承受吗 实际的理由百分之百就是那个 你最不想听到的那个 我们就分析 这男的除了出轨 没有别的原因 会做出这种行为 就是如果我 你现在跟我说 你是拼事业 然后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心里就老有想 觉得咱俩还有转机 对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说 小美 我出轨了 我喜欢别人了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我就对你彻底死心 我就从此恨着你过安一生 对我来说我是OK的 而不是你给我一个磨了两个答案 让我反复觉得好像是我做出了什么呢 好像是我做错了吗 我没有给到你足够的知识吗 然后我就会一直耿耿于怀 去想这件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反复的进步 我觉得事业这个是 最扯的 对 当然我们后来经过印证 确实是出轨了 确实是出轨了 这个我觉得男人拿事业 当借口敷衍一个爱她的女人 真是非常无耻的一件事情 我都听过这个话 你的另一半对你都说过这种话 类似的吧 反正就是 反正我也听过了 事业有什么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 对 我妈不同意 我朋友不行 心做不合 属相不合适 彼此双方都知道是一个借口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懦弱的 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维持自己体面的情感 但如果不是出轨 就是单纯的我不喜欢她了 我觉得她现在哪哪都不好 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说 就是我不喜欢你了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但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了一个拉扯 我哪不好 那也比偏视也行 我觉得感情里坦诚一点 但你说都走到结婚这一步了 还去提婚手 她得多喜欢这个外遇 我觉得她不一定是为了这个女孩不结婚 她本身就没有那么想结婚 然后正好有一个女孩 然后她发现如果我结婚了 我就会失去所有的女孩 那我干嘛呢 或者就是她本来就不想结婚 但是她没有理由 对 就好不容易碰碰这个 完了我出轨了 我出轨了 我不结了 也有可能 就是为小美感到庆幸吧 就如果她真的 你俩真的结了 就是到了那种法律关系 然后再出现这种问题 她得分割财产 那不更麻烦吧 感情里面大家还是真诚一点 为啥要一定要 骗子 想保护自己呗 维持一个自己是一个好人 人就是很难承认自己 对啊 错了 看不见自己眼中的两目 很难 就你觉得 我跟人家承认说我是一个渣男 或者是我是一个出轨的人 你很难 我觉得这期不完之后 大家在底下会疯狂骂渣男 我们不挑起性别对立的那个 现在结局是啥 结局呢 分手了 那只能分 那我也分 我觉得会让她觉得 对感情可能一段时间都没有那么有安全感 对 一定的 人的不安全感一定是来自于过去的伤害 但总会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 希望小美能够早日解开心意 就美好的人世界上有很多 但是美好且跟你共同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 少 或者就那么一个 你永远觉得在后面 永远觉得在后面 这叫啥的 在我们东北叫熊虾的掰包米 我就在想 所以求婚也好 结婚也好 都是在共同让这些瞬间变得重要 就是让你以后在想要跟这个人分开的时候 想到这些画面 想到这些成本 我觉得有的人结婚之前出轨 也不是说发现自己爱别人 而是因为那个人的出现 让他发现他对婚姻动摇了 是对婚姻这件事 不是因为这个对象有多好 他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人的出现 他发现原来结了婚 对我有些束缚和限制 我现在不想进入到这样的限制里 这种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这个事吧 我就真理解不了 因为我是非常想结婚 我也想 那俩可一起过日子 我都好 我互相支持 可能有些人就不这么想 他觉得婚姻对他是有束缚 那就不要结 不要跟人聊到要结婚了 完了再不结 提前你就想 了解自己吧 还是 对自己负责都成年人 立假心事 闲着没事聊聊天一直陪在你身边 欢迎收看本期的毛雪旺的聊天室 我看哪些朋友已经添加了好友 吃吃 我来求骂行 怎么了 他说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消防员 他前段时间救了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为了表达感谢 也给我男朋友送了奶茶 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特别吃醋 我觉得如果是单表达感谢的话 没关系 应该还好 是有什么 其他的过分的举动吗 没有 我觉得恋爱当中有战友欲很正常 确实应该 想办法 这太不智能了 办法 调整 心态 但是这奶茶啥时间送的呢 半夜两点了 你肯定不能刚就下来 半夜两点了 那是刚就下来送的 肯定是后边又联系上了 因为当局者们 相爱的人要好好珍惜 希望你们幸福 不会的要接受自己的情绪 我想要是结婚了 跟你们说 祝你们早日结婚 好呀 那祝福你们 想别了吗 这还是纯实一个 那么多消防员还能救人 他说祝毛玄王干发财了 感谢他 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发财 应该往哪用 这个用法 不太贴切 但感谢你的祝福 太快云 好 你好 毛毛 你好 你好 毛毛雪姬你们好 我以为我有点紧张 没事对紧张 就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 还挺困扰的 然后就是很想说给你们听一听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他当时就是那种成绩特别好 然后人还有点帅的那种 然后后来我朋友们就有怂恿我去跟他表白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真的跟他表白了 但是就是我就太害怕听到那个结果了 然后没听到结果我就转身走了 然后后面我们两个人就 就当这个事没发生过 然后直到前段时间他就是知道他是有女朋友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心也放下了 就该不再喜欢他了 但是他前几天就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他又结婚了 然后想邀请我去做他婚礼的伴娘 然后当时我耳根结果有点转 我就答应了 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骑虎难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伴娘不应该是你 谁到了 伴娘得是女方的朋友 他让你这新郎找自己女性朋友 给自己媳妇当伴娘去 他媳妇心里也不得劲 你心里也不得劲 他可挺有意思 但是我其实那些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 心中的时候非常好的一段时光 就是我内心对那段时光是好的 这么好的时光 怎么能让你当伴娘给毁了呢 然后我想说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觉得不要去 我也觉得不要去 但是 你想去你就去了 真的 但你想去你就去 因为按正常的逻辑不是这样的 但你想去你就去问 你去了之后吧 可能不会得到新娘女方家的任何好脸 为什么要把自己主动放在一个被伤害的位置呢 因为后面我们就是一直都在做好朋友 我就不 我是 然后那个也陆续有联络 有联络吧 因为婚礼还是涉及到很多方的考虑 而且它是比较传统的一件事 它可能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数 这个东西可能一方一个想法 这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点不太常见这种情况 如果对方也这么想的话 可能就会 我就这么跟你说 不太友好 我哥让我给我嫂子当半年我都拒绝了 我觉得都已经走到结婚的这一步了 我们就能做的只有祝福 她自己没朋友吗 她媳妇 因为我也问过她这个问题 我就说为什么要找我 然后她给我答不是 因为我是她很信任的好朋友 然后所以就想 这次就缺这个人 然后就让我来 我们想简单了 把事情想简单了 她明明知道你跟她表白过 因为我之前跟她表白过 她可能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她了 然后让她接婚让你当伴娘 这不在伤害你吗 反正你要是我的好朋友 我是绝对会阻止你去当伴娘这件事的 那就这样 问问你 我是觉得啊 如果你想去 你就去 你不在她的婚礼上受这一下伤害 你可能一生无法放下这段青春的回忆 唯一这个 你去给她当伴娘这件事 唯一会受伤的一个人就是你自己 只要你能承受 就行 因为我内心其实是觉得 对她这个感情已经放下了 就是只是说看到这个人还能想到 过去的那些很好的年少的时候吧 可能是这种感觉 但是就怕有一天她媳妇知道 这件事也很尴尬 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你说我 有一天她媳妇一旦知道 你给她最像表过白 你俩可能这就是 数于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再往来了 如果她想跟她媳妇继续过日子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的 确实 其实我的朋友们跟毛毛雪晴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以考虑自己的感受违宪来拒绝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对她老婆也是一种 大家都骗她嘛 因为年少时候的那种喜欢吧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我也喜欢过我自己的朋友 后来当时就觉得我脑抽了 我怎么会喜欢她 然后这么多年也是继续当好朋友 大家都当没发生过这件事 因为太年太小了 那时候确实也很正常 我觉得也未必会在意 反正你看你自己吧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好的 谢谢毛毛和雪晴 没事 谢谢 非常感谢 别客气 你们聊天很开心 好 谢谢 希望你就是 反正不后悔吧 不遗憾就行 别人就是 别人怎么劝你 也没有自己不遗憾重要 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 希望你 反正我俩就是完全 就是把你当自己的朋友去劝的 不然我们俩就那你去呗 我也想看看你去 我也想看这啥场面 看热闹嘛 但我们觉得作为朋友的话 我们会劝不去的 好啊 谢谢你们 那我明白了 嗯 也希望你们可以每天开心 谢谢 健康 我喜欢越来越好 谢谢 好 拜拜 那得 心得多大呀 他还得 他还得专 专门去主动的提议 我要请一个伴娘 哎 我给你找一个伴娘 男伴娘在管这事 因为我哥找我 都是我嫂子跟他说 你能不能让我去当伴娘 你觉得哎 怎么会有这种男的呀 你好 你来写吧 我想给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 因为我现在整个非常爽 不想听 说点痛苦的 我看看你得多爽 来 还扫一扫去 扫一扫一下 通过扫一扫添加的 那是附近的人吗 那是摇摇添加的 不是 我说那个是周围的人 不吐到我 他在新西兰 快点你们留学背景聊吧 哇 哇 哇 我辞职了来新西兰工旅 来之前各种不放心 怕自己找不到工作吃不饱饭 但来了之后我发现真的很值得 啥叫工 就打工呗 办公办旅行呗 一些轻体劳动不动脑的生活真的很好 是啊是啊 哦 那他不是上学的 他是 那还gap year是啥 就是现在他所谓的广义的gap year 就是我在结束了一个阶段之后 然后不 不马上进入下一个阶段 中间停一年 发来了一段小视频 涂布起来 哎呦我天 我觉得他 因为你想gap year的 然后并且不受外界的影响的话 大家都会选择一个 离原本熟悉的生活远一点 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车间 车间 哎呦 好可爱啊我长的 是这个吧 应该是吧 还在车间 好厉害 他能不能是上车上来中呼人 不是 人家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生活 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最大感受就是别怕迈出那一步 你说的对 我明天我就 退学行别怕迈出那一步 你俩也别懒有空出来玩 我俩是懒的问题吗 我俩 我俩就是太勤奋了 尤其毛老师 毛老师确实是 我觉得出去玩 出去看一看真不错 生活一下 去看一看 他要半夜了 他要拆叉车去了 我的妈呀好厉害 他还能可以开叉车 小女孩真厉害 真厉害 如果毛绝望能够多招商 有钱来国外录景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 好好好 我免费给你们当翻译 现在口语很大进步 新西兰口音挺有意思的 新西兰口音 新西兰口音跟澳洲口音一样吗 差不多 就是我没有 北京没有那个 反正不太一样 就那样事的 现在请你去看 跨 拜拜 886 886 886 生活可爱 祝你愉快 毛绝望的聊天室 我们下期再见 Bye